张泽天时隔许久终于正面发生,破文却被网友吐槽太恶心。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不管距离多遥远的游子,最好都能回到家乡,同家人一起吃饼上月,而这个饼呢,也是单名一个月字,叫月饼。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吃过月饼了,外形圆圆的,内馅特别丰富,不知道是不是意义着月圆圆圆是是美满的意思。 而每逢这种节日呢,明星艺人都会上线为粉丝群众送祝福,即便是平常不多联系的好友,也会一丝性地向列表好友慰问几句。 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氛围的节日里,连已经隐匿了这么久的张泽天,也难得上线了一回,不过他并不是在微博上线,而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张一家三口手握月饼的照片。 并且配文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便是圆满。 祝愿中秋节快乐,为愿守的云开见月鸣,如果放在平常,这就是一个很温馨浪漫的祝福,但是由于最近刘强东的新闻实在是太劲爆,而且久久未见平息趋势,本来网友就已经很焦躁了。 所以在看到张泽天这么志向明确地回复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好多网友都跟着了一样。 大家也知道,虽然张泽天和刘强东并不算是娱乐圈人士,但是由于刘强东在所处行业内的地位很高,所以人气知名度一点不比明星一人差。 再加上还有张泽天这么一个网红鼻祖为他的人气加持,就更是招来网友的关注了。 在一个月之前,刘强东还是一个事业又成家庭和谐美满的人民企业家,但是一袭四姓亲女大学生的新闻曝光。 刘强东的风评瞬间跌入谷底。 在网上引起热议是肯定的,就连许久不问娱乐八卦式的王思聪都忍不住在网上评价说奶茶妹妹变抹茶妹妹了,似证实事件的真实性。 所以有很多网友对于刘强东的态度,也是180度大转弯,各种妥操嘲讽,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了网上的这些恶评,所以奶茶妹妹从事件出来之后,就一直没有过公开行程了。 - 直到最近中秋节,她才在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条,但是破文却被网友吐槽的不要不要的,因此被网友吐槽了。 - 因为假设事件未真实的话,那刘强东就不只是出轨这么简单,所以对于张泽天的言论,网友都感觉很无语,甚至还有人直户恶心,所以大家是怎么看的呢。